我會發現怎麼頭要低下來,在肚咕那樣子 這樣好會笑死 欸不要說我剛做完就快睡著了,這種電信很好睡 那我就先出去了 好啦掰掰 大概幾點回來 應該結束就回來 不會太久 OKOKOK OKOKOK 哈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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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大家好 一些人好少,196人而已 兩百人兩百人 好啦哈囉大家晚安 那又到了我們愉快的禮拜五時間了 就是很多人都問說今天有沒有直播這樣子 我這樣講,我現在大概講個東西就是說 有些人會覺得說為什麼問股票 然後我沒有回覆你的留言 那是因為FB的直播他會把 他有時候會把你的文字給吃掉 所以變成說不是我不回答 是我根本這邊就不會顯示出來 你的留言是留了什麼東西 所以說這個東西就是 呃不是說 就是有時候 我這樣講,有時候你留了十次 我可能還是看不到 就是因為他可能會被 把那個文字吃掉 所以如果你有問題的話 那也可以加入我的Liote 然後也可以去 在裡面做法文 那反正也不要說我是不回答 不是,是因為FB會吃那個文字 好啦,那我們直接來開始吧 這禮拜應該算是個滿靠杯的禮拜吧 反正就是可以知道 第一個選股很難選 然後再來就是操作也不怎麼樣 因為現在有個狀況就是說 呃外資 外資他們現在要放假 他們準備放那個Christmas 他們要放聖誕節了 然後呢內資 內資因為現在要結帳 因為年底了 他們要結帳 所以說他們結帳是幹嘛 結帳是賣股票 所以你看到現在外資放假 內資結帳 那這個市場的買盤 其實就變成相對較小 所以在上禮拜文章 就跟各位講過 就是說最近的操作法就是 呃就先暫時有一點耐心去等一下 因為外資可能要放到大概可能是 將近明年一月份的時候 他才回來 所以說這個部分就是大家 最近稍微有點耐心 那我這樣講就是說 最近的盤啊 最近的盤就是一個盤整盤 我這樣我們再看一下 什麼叫盤整盤 我再把螢幕先縮小一點好了 OK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大盤指數 那反正從大盤這邊 其實就可以看到說 就第一個 均線現在排二不對 我們看到是五日線 還在十日線的下面 所以這種狀況表示什麼 均線排列其實還不對 那均線排列不對的情況之下呢 那大概意思就是說 這個盤在之後還是會盤整 那盤整的狀況就是看均線整理完之後 再來判斷它接下來的盤整狀況 不過你要注意一個地方 就是這個地方 我把它畫一下 多到134 336 OK好 等我一下我先把大盤講完 再來回覆大家的問題 好在14336這個位置 可以看到齁 這個地方 它出現了一個什麼 它出現了一個跳空缺口 我把圖縮小一點點 等一下喔 OK好 你看到這個地方它有一個什麼 它有一個跳空缺口 那缺口的上緣就是什麼 就是壓力 所以你看到最近 你看到從這個禮拜 這一天 這一天 這幾天你會發現 每一次 每一次碰到壓力的時候都怎麼樣 都上不去 所以說如果以大盤要轉強的條件來說的話 在14336這個位置還沒有站上之前 基本上 不會太積極的去操作 因為這個位置站不上 其實說真的 指數就沒有轉強 你太積極去操作 其實下場就是 你可能會追高殺低 大概就這樣子 所以說其實 大家注意這個位置 就是14336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如果沒有站上 那大盤目前就是還是 頂多是盤整或下點 那如果站上的話 才有機會再繼續往上攻擊 OK嗎 那這是大盤的部分 這樣OK嗎 哈囉 大盤部分這樣聽得懂嗎 OK齁 所以說那接下來就是 反正就是 準備放聖誕節 那像今天晚上 美股開盤 它會有所謂的事務日 所以再看一下接下來狀況吧 那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來回答大家問題 剛剛講的聽不聽得懂 剛剛講的聽得懂嗎 聽得懂嗎 不理我 好不好算了 大家都一直在問 好啦好啦好啦 反正我直接開始講了 那首先先看到 有同學問到滑通 我們看到滑通 等一下喔 等一下好 我們看到滑通 其實滑通它蠻有趣的 你有發現 你看喔 如果我們現在 現在這一張是滑通的線圖 那我們現在把這張圖 我們把其他均線拿掉 所以我們把其他均線拿掉 我們只留下這一條 我們只留下兩百這一條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在上次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跟中間這邊 我把它標一下好了 每次在這個位置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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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發現每一次股價只要回到 下面這一條兩百日線附近的時候 都有出現什麼 都有出現反彈的力道 沒錯吧 就每一次股價它只要回到 這一條均線附近的時候 都有反彈的力道 所以說如果以我們操作來說的話 可以知道說 現在股價是不是很靠近 下面這條均線 沒錯吧 所以說如果按照過去的狀況來說 股價回到這邊來之後 它就容易有反彈力道 那我這樣講 那接下來要看什麼 接下來就是看 股價有沒有站上五日均線 那麼來看一下 五日均線 好我們現在看 你看今天股價它還有站上五日均線 所以說我們接下來觀察的方向 我們接下來觀察的方向就是說 如果接下來股價它只要還守住五日均線的話 那股價就有機會往上反彈 因為其實我們從之前 剛剛講過 從過去的情況可以看到說 股價只要接近下面這一條 黃色的兩百日線的時候 很明顯吧 它是不是都有止跌 每次只要股價接近下面 你看 在這個位置接近下面的兩百日線 接近下面兩百日線 接近下面兩百日線 它都有止跌 所以像這種狀況就變成說 以目前這邊看到 股價很接近這條均線的 所以這邊情況其實反而是 有利於股價會反彈的 所以針對華通這樣股價其實就想看 去觀察這一條線 這條線它在過去三次 遇到的情況都有止跌 那這樣來說股價在這邊 可以知道說 它止跌 反彈的可能性也會比較大 這樣OK嗎?就是這樣去看 所以針對華通這樣股價其實就這樣看 去觀察這一條均線就好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周線的狀況 其實看到周線也是一樣 周線是看這條綠色的線 有發現嗎?上一次股價 快要接近這條綠色的線 也出現什麼?也出現了止跌 所以這一次可以看到 它碰到這邊來之後 它有沒有出現 有沒有可能出現止跌的力道? 當然也是有可能 所以如果你看從日線跟周線 其他配合在顯示情況之下 就表示股價在這邊 的確它是有機會可以止跌的 好那這一檔股票大概就這樣看 就是看下面這條200日均線 那麼再來看一下6732的身價 好身價電子其實是一樣 那像這種股票我這樣講 像是這一種股票 怎麼這麼快? 我忘記拿飲料怎麼這麼快? 好那我們來看到身價電子這樣股票 其實這種股票其實也是 有一點尷尬 我這樣講 你看喔 像這種股票它上面 你會發現上面的這條72 再來是24 再來是10 再來是5 你會發現均線都是在頭上 變成壓力沒錯吧 均線都在頭上去變成壓力 所以說像這種股票 其實反彈到均線附近的時候 我們這樣講喔 股價如果反彈到均線附近 股價如果反彈到均線附近 它就很有可能會遇到一個什麼 均線的反壓 所以是類似這種股票 要講類似這種均線排列錯誤的股票 其實你只要你要注意的情況就是說 的確它在這邊是有可能會反彈 它有可能會往上反彈 但是反彈到均線這邊的時候 其實很有可能就怎麼樣 出現了下壓的一定道 就是因為均線 你看到均線它還是一個什麼 向下的 向下彎嗎 像這種均線向下彎的情況 股價碰到均線就很容易會下來 所以這邊的狀況頂多就是看它先反彈 但它能不能這張均線 只能確定說它碰到均線就容易會下來 這樣了解嗎 大概就是這樣子 好那再來有人問到2351的順德 我們來看一下2351的順德 我這樣講因為上一次的直播有人說就是 在某一檔股票的教學講太久 所以大家有人說反應這種狀況 那所以說這一次那我就盡量 除非是有比較重要的東西 那如果有比較重要的東西 我還是會停下來講 那如果說 目前看到比較沒有什麼重要的題材的話 那反正我大概前面我就會帶的比較快一點 這樣OK嗎 OK嗎 回答一下吧 好先回來問大家一下 先來問大家一下這樣OK嗎 OK嗎 沒有人理我 這樣OK嗎 反正就是 怎麼到底是Lag多久啊 是Lag很久嗎 沒有人理我 到底 好那我繼續吧 你們這樣聽得到我講話嗎 是聽得到我講話嗎 好好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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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聽到講話稍微回應一下 不然我會覺得說 因為 因為我今天不知道 麥克風好像怪怪的 就是我不知道這麥克風到底是不是正常 我就覺得說我這邊講話講了兩個小時 然後就發現大家都聽不到我講話這樣子 就有點尷尬 好啦可以好那我去講下去囉 好可以好繼續講下去了 好那再來看到那一檔二三五一的順德 好順德其實也是一樣 其實我們這樣看到 這樣我叫順德 像我們剛剛講到一個是什麼 均線的反壓 剛好提到均線反壓 其實你可以看到 像這種狀況 我把它稍微 稍微 還記得我之前 教大家選股的時候 就盡量選什麼 選均線排列政權的股票 那你看到我剛剛說過 像這個位置 像這個位置 我先把它標一下 像這個位置 它是不是股價開過去之後就掉下來 就是因為你有沒有發現時日線在這邊 時日線在這邊還是下彎的 像這種狀況時日線在這邊是下彎的 股價就很容易會上去之後就下來 所以有些人看到股價怎麼上去跑去追 那可是跑去追的情況下 你就很有可能會追在當天的一個高點 因為均線還是下彎 你記得均線下彎看哪裡 看這個位置 均線下彎看這個位置 你有沒有發現這邊有個向下的箭頭 這出現這個向下的箭頭 就表示均線是下彎的 那如果箭頭是往上的就表示均線上揚 所以像是這種狀況在這根 有沒有看到這一根可以棒 這一根 你有沒有發現在這一根的情況 均線是下彎的 所以股價它只要反台遇到這種下彎的均線 就很容易會掉下來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要注意的地方 好那我們先看到這個情況之後 那我們再把均線拉回來 所以以這張股票的狀況來說 好我們看到現在的均線排列 第一個我們可以確認到 它的均線排列到底對不對 欸不對很明顯是不對 為什麼 你看喔 十日線在股價上面 十日線再來是五日線 再來是下面24 可以看到它短期的均線 都短期的均線 五日跟十日是錯的 我真的跟各位講過 你要選股 在這個地方你要選股 你要選擇均線排列是正確的股票 就由上到下 五日、十日、24、72、200 你要選擇均線是由上到下是排列正確的 像是這種樣子 像這種樣子 很明顯怎麼樣 均線排列錯誤 那均線排列錯誤的股票 其實說真的我們就比較不適合去操作 那我這樣講 如果你是問說那這兩國標在目前為止 它有機會止跌嗎 好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周線跟月線 我們來看一下周線長這個樣子 它目前還撐在一個五日均線上面 我這樣講這種情況不能說它止跌 為什麼 因為它這個禮拜是一個架跌量縮 那我們知道說像量縮的情況 你就要等待什麼 等待量增之後 它才會有方向出現 所以這兩國標目前來看 我們其實還看不出來它的趨勢 可是我們回到日線來看 我們回到日線來看 以日線的狀況來說 我們先把它看這一條就好了 我們來看這一條 我們來看藍色這條均線 你會發現藍色這條均線 就是24日線 上一次你可以看到在這個位置 在這個位置的時候 我把它標一下好了 在這個位置的時候 股價它碰到這條藍色的均線 後來是有反彈的 所以說可以知道說 在這個位置去觀察一下 股價它碰到這條均線 它到底有沒有辦法能夠守住 如果股價它有辦法能夠守住這條均線 那這一檔股票就還有機會往上走 那如果說這一檔股票它守不住這條均線的話 那很抱歉 這檔股票它接下來可能就往下跌 所以說如果你是手上有持有這檔股票的投資人 你的關鍵就是在於說 這一條均線 24日這條均線 到底有沒有辦法能夠守住 守得住 股價就有機會往上攻 守不住 很抱歉它可能是再見的 這樣了解嗎 所以就看這一條均線 把這一條均線當分水嶺這樣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下一檔叫進棚 等一下我先把均線去恢復一下 我這樣講就是我在 我這樣講就是如果說在直播的過程 你有在針對技術分析方面 你有問題的話 你就直接提出來發問好不好 就直接提出來發問 就如果說你是技術分析方面 你有問題就直接提出來發問 OK嗎 OK好 如果你有問題就直接提出來發問 那個因為在上一次的直播 有人反應說就是他聽不懂 那我這樣講如果你聽不懂 你就直接發問OK嗎 你聽不懂就直接把文字打在上面 那我會去看 那如果你不懂的地方 我就會再多講幾遍 就基本上我希望大家來聽阿信的直播 都是能夠聽得懂的 不要說就是我問題藏在心裡 這樣OK嗎 OK嗎 OK回到圍城堡 那個不是 人家看直播不是什麼 按讚 然後什麼 按讚分享跟小鈴鐺嗎 對不對 這好像沒有小鈴鐺 好吧不管 所以說就是 這樣OK OK 好那繼續啦 好那麼看到像就是誰看一下喔 那個 進捧2355 看一下進捧 我們要進捧 好跟各位講過 就是說你看喔 以我們在選股票的時候 都是先以均線牌來選 像進捧這樣股票很明顯你會發現 最上面是誰啊 最上面的均線是24 再來是10日線 再來是50日線 像這一種你會發現它均線排列完全都是錯誤的 均線排列完全都是錯誤的股票 這種股票其實說真的 它我們根本就還不知道它到底什麼時候能夠止跌 那我們來看看東西喔 它還好 等一下喔 你看喔 像它今天我這樣講 你看喔 如果單純以它今天的狀況來說 我這樣講 它今天你會發現 它今天的成交量還是怎麼樣 是一個價跌量增 我這樣講喔 什麼叫價跌 什麼叫量增 什麼叫量縮 今天的成交量如果比昨天還要大 今天就是量縮 今天的成交量如果比昨天還小 今天就是量縮 所以你看喔 像今天這種狀況 它成交量是比昨天還要大 所以表示它今天就是量增 好 那我們回來看 那怎麼樣去看 它是價跌還是價漲 我們要看到下面這個欄位 下面這個欄位 下面這個成交量欄位 如果你發現 成交量的顏色是紅色的 就表示今天價格是上漲 如果你發現像這種 成交量的欄位是綠色 就表示今天價格是下跌的 所以說可以看到 如果是價漲量增跟價漲量縮 我這樣講 一檔股票 如果它價量關係是維持的 價漲量增 價跌量縮 那這檔股票就是好的 可是你發現喔 它今天卻是怎麼樣 它今天是價跌 你會發現它價格是下跌的 但是量是怎麼樣 量是比昨天還要增加的 所以像這種 價跌量增的狀況就表示 它今天的狀況是不好的 這一檔股票的狀況是不好的 這樣了解嗎 所以如果單純以進鵬來說的話 我們會覺得這一檔股票 目前其實不算好 那我們再來看個東西 我們現在把均線先拿掉 我們來看一下 等一下喔 我現在把均線拿掉 我們來發現這一根K棒 你會發現這根K棒 它算是一根比較大量的K棒 有發現嗎 它算是一根比較大量的K棒 所以像是這種大量K棒 我們就要把它 把它的低點先把它標示起來 它的低點是301 所以把它的低點標起來 像這一種大量K棒的低點 就是一個比較重要的關鍵點 你看喔 在這兩根K棒 在這一根 它第一次跌破之後 它會怎麼樣 它會撐上來 就是因為像這種大量 我這樣講 我們現在關鍵是看這一根 我要重複講的時候 關鍵是看這一根 綠色的箭頭這根K棒 因為它這根箭頭的K棒量算大的 所以說其實會以這根K棒 當作是一個判斷點 好那綠色的箭頭這根K棒 它低點是一個判斷點 所以我們看到紅色的箭頭這個位置 你有發現它第一次跌破的時候怎麼樣 我這樣講 它跌破之後 隔天是不是拉起來 因為在市場人都會知道 大量K棒的低點是不能破的 所以說你看它低點跌破的情況之下 隔天有人去防守把它守上來 但是你有發現一件事情 來喔這邊很重要喔 來這邊注意聽 這個觀念還蠻重要 我重新講的是這觀念很重要 第一天你發現 來喔我還記不記得我剛剛在一開始講的 一檔股票 它如果是好的股票 它的量價關係是維持著價漲量增 價跌量縮 沒錯吧 那如果是一檔不好的股票 那它的量價關係就是 價跌量增 價漲量縮 好所以我們先來看到 紅色的箭頭這根K棒 你看喔紅色的箭頭這根K棒 它今天的量有比昨天大 有吧 它今天的量是有比昨天還要大的 就表示它今天是量增 那我們看到這根K棒很明顯是什麼 是價格下跌 所以這一根紅色的箭頭K棒 它就是一根架跌量增 然後跌破綠色的箭頭這根大量K棒 低一點的K棒 所以如果以這一根K棒來說的話 其實不是一個好現象 那如果這根看完之後我們來看隔天 我們來看隔天 我們來看隔天的狀況 隔天的狀況是這一根 你有沒有看到這一天 好一樣我們都是先用價量關係來判斷 你看喔紅色箭頭這一天的成交量 這一天的成交量是3264張 它前一天的成交量是3653張 你會發現紅色箭頭這一根的成交量 是比昨天還要少 紅色箭頭成交量比昨天還要少 就表示什麼 表示說它這一天是量縮的 那我剛剛講過 紅色箭頭這一根的成交量是量縮的 可是你會發現它的價格是怎麼樣 它價格是上漲的 所以你看它是成現什麼 它是成現跟價漲量縮的K棒 我們要重複講一遍 你看喔12月11號現在這一根 這一天的白色K棒 黑色K棒這一天 它是價跌量增 隔天變成是價漲量縮 像是這一種狀況你就要小心 這一種狀況的價量關係就表示 這檔股票目前不適合買進 這樣懂意思嗎 這樣了解嗎 哈囉到這邊了解嗎 哈囉到這邊這樣了解嗎 這樣了解嗎 到這邊這樣了解嗎 哈囉 你們這樣聽得到嗎 到這邊這樣了解嗎 就是說 剛剛有個同學是問一下 看一下喔 高福中 他問說你為什麼不看 綠色右邊那一個 綠色右邊那一個是哪一個呢 哈囉那個是問哪一個 你是問哪一個 哈囉高福中同學 你剛剛是問哪一個 你可以把那個 再說一次 好再說一次 那我這邊再講一次 我這樣講 我從頭再講一次 哈囉我從頭再講一次 OK嗎 爭求要大家意見 因為這邊現在是個民主的時代 所以剛剛有同學問說 可不可以再講一次 我就先來講 OK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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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那我們從頭再講一次 好 我們從頭再講一次 首先你看到 像這一種 好 我再講一次 我重新重來講一次 為什麼是用這一根 你看到這兩根的量 然後我重新講 好沒關係 我現在重新講 我們看看這兩根 這兩根 等一下 怎麼標示 怎麼標示這樣 等我一下 我看一下怎麼標示 等我一下 這一根跟這一根 這兩根的量 是不是都很大 沒錯吧 這兩根的量是不是都很大 所以說我們可以造一件事情 這兩根的量都很大 那我剛好同學問說 那我們找大量K棒的時候 為什麼不是找右邊 綠色的鏡頭這根K棒 而是要找 左邊的紅色鏡頭這根K棒 那我這樣來講一個事情 我這樣講為什麼來判斷 因為我們在看K棒的時候 如果說好我們單純看到這一天 我們先把圖片往前面移一下 大家看喔 我先把圖片往前面移一下 我們看到這邊 你有沒有發現從 等一下 你有沒有發現這邊 它算是一個什麼 這邊算是一個 盤整區 有發現嗎你看喔 下面這個框框的地方 算是一個什麼 算是一個盤整區 就股價它都是在 一個框框裡面這樣子 有發現嗎 這個位置是一個盤整區 OK嗎 到這邊位置OK嗎 哈囉到這邊OK嗎 我們先把盤整區先找出來 OK好 如果繼續講下去囉 OK好 如果大家沒有問題 這邊我們先確認好盤整區是什麼 但當我們把盤整區找出來之後 你下一步要找什麼 突破盤整區的K棒 那好 什麼叫突破盤整區 你看喔 我們現在看到這一根 綠色的箭頭這一根 什麼叫突破盤整區 我這樣講喔 突破盤整區 你看綠色的箭頭這根K棒 它的收盤價 有沒有高過這一個盤整區域 有吧 看綠色的箭頭這一根K棒 它的收盤價是這條線 它有沒有高過這個盤整區域 有 所以就表示 你看它的收盤價 這一根綠色的收盤價 它有高過這個盤整區域 就表示這一根K棒 它是一根突破K棒 這樣了解嗎 這一根K棒 它就是一根突破K棒 好 那我這樣講 它這根是突破K棒 那你在看突破K棒的時候 你要記得一個事情 去看它的量有沒有增加 如果這一根突破K棒的量能是增加的 表示它是有效突破 那如果說這一根突破K棒是量縮的 那就代表說這一根有可能是假突破 這樣了解嗎 所以我們在看突破K棒的時候 你要去記得這個觀念 在看突破K棒的時候 一定要量增 好 那我們知道 綠色的箭頭這根K棒 它是一根突破K棒 你要記得一個口訣 股票既然突破 它就不能夠再跌破 跌破就代表轉弱 這樣記得嗎 記得這個口訣 股票它既然已經突破 它就不能再跌破 只要一跌破 就代表它轉弱 所以說我們可以看到 像綠色箭頭這一根 綠色箭頭這一根突破K棒 它的低點 它的低點 這根K棒的低點 就是一個很關鍵的位置 這樣懂意思嗎 這一根K棒的低點 就是一個很關鍵的位置 好 那我們繼續往下看 那剛好統計問到說 這一根 它明明量比昨天還要大 可是為什麼不是用這一根來判斷 我這樣講 這一根量雖然比較大 但它本身沒有什麼任何的意義 因為它不是一根突破K棒 我們在操作上 我們只要確認好突破K棒是哪一根 當突破K棒的低點 還沒有破的情況之下 你當然就不用去賣它 不用去停損 但當突破K棒的低點跌破的時候 你就要小心了 所以說為什麼不看這一根 黑色K棒這一根 是因為真正的突破K棒是 綠色箭頭突破了下面這個框框裡面的盤整區 這樣了解嗎 所以說為什麼要看綠色箭頭這根K棒 就是因為它突破了下面的這個盤整區 所以綠色箭頭這一根K棒 是一根突破K棒 用突破K棒來看 這樣OK嗎 這樣懂這個概念 知道為什麼用這一根吧 所以我們會用綠色箭頭 直接跟紅色K棒的原因是因為 它是一根突破K棒 到這邊OK嗎 哇哦八百人了 終於八百人了 終於八百人了 撐好久 好慢喔 差點不想撥了 所以這樣聽得懂嗎 就是用這樣來看 我們在判一檔股票的時候 你要先把突破K棒 到底是哪一根 你要先把它找出來 好不好 老師真的很喜歡穿襯衫耶 難不成我要穿個吊嘎 在這邊跟你們直播嗎 到這邊懂嗎 到這位置懂嗎 這位置懂嗎 這位置懂嗎 到這邊懂齁 懂了他喔 好如果懂了之後就繼續講下去喔 懂了之後就繼續講下去 好OK好 所以說我們把股價移到這邊來說 好我這樣講 我們現在來看到這一根K棒 我們現在來看到紅色箭頭這根K棒 紅色箭頭這根K棒 你會發現 它的收盤價已經破了什麼 已經破了剛剛我們講過的 這一根 突破K棒的低點 你會發現嗎 你會發現紅色箭頭這一根K棒 它跌破了剛剛突破K棒的低點 所以說這一檔股票在 紅色箭頭這根K棒 代表它轉弱了 就表示它轉弱了 這樣了解喔 它在這一根 紅色箭頭這根就轉弱 那我這樣講 在剛剛有提到說 突破K棒 綠色箭頭這個突破K棒 綠色箭頭這個突破K棒 它的低點會是一個防守點 所以在跌破的時候 隔天怎麼樣 它是有可能在反彈佔回來的 OK好 它是有可能在反彈佔回來 但是我剛剛講過說 你看喔 股價在反彈的時候 你要看它是量增還是量縮 如果是量增 就表示它的反彈可能是真的 但如果是量縮的話 它就很有可能是一個假性的反彈 所以我們來看到這兩根 這兩根紅色箭頭K棒 我們來比較一下 你會發現 右邊的紅色箭頭K棒 右邊的紅色箭頭這根K棒 它的成交量比昨天還要小 所以就表示 右邊的紅色箭頭K棒 它可能只是一個假的反彈 因為它的量是比較小的 如果它量是大的 它可能就是彈真的 但它量比較小 代表它可能是彈假的 所以像右邊紅色箭頭這根K棒的話 就表示什麼 表示說 它可能只是一個反彈是假的 這樣了解嗎 OK嗎 到這邊OK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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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嗎 聽不聽得懂啦 OK嗎 OK嗎 好 那如果OK的話 我繼續講下去囉 OK 我繼續講下去囉 OK 好 那我們看喔 我們像從這一根K棒 從這個位置就可以知道說 它的反彈可能只是彈假的 好 那我們繼續往下看 欸 原來股票站不上 站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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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到了今天又跌破 就表示說 這一檔股票目前 還是很弱 到這邊了解嗎 到這邊有問題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還記不記得在前 一個禮拜還是兩個禮拜 有交過一搭一個什麼 大量K棒的均價 我有講過這東西吧 大量K棒的均價 我在前兩個禮拜 有講過大量K棒的均價 好 那我這樣來講喔 來喔來喔 重新聽一遍 重新聽一遍喔 來喔 重新聽一遍喔 來喔 再來一次喔 好 目前都懂 那目前都懂沒問題 好 OK 我們剛剛講過 這一根紅色箭頭的K棒 這一根 它是跟突破K棒 這沒有問題 我這樣講 我們在看這一根突破K棒的時候 你要把這一根K棒 把它分成三個部分 最高點 最低點 還有均價 你在看像這種突破K棒的時候 你要把股價分成三個部分 最高 最低跟均價 好 那我們看到最高點 我這樣講 最高點如果我找看一下 這一根K棒的突破K棒 最高點是31.65 我把它畫一下 最高點是31.65 也就是說如果股價它有辦法 站上突破K棒的高點 它就還有機會繼續往上攻擊 好 那我們來看 那再來它的低點多少 它的低點是301 如果跌破突破K棒的低點 就表示它有問題 那接下來什麼 均價 我們可以算出來說 這一根K棒的均價 大量K棒的均價 我看一下多少 10月26號是31.1 好 這一根大量K棒的均價是31.1 所以它在這個位置 所以你看一根K棒我們把它切成三個部分 最高點 最低點 還有均價 好 那等一下那個楊伊達 那個楊伊達 那個我等一下講的概念 你去聽一下 我等一下講的概念就是說 當股價突破之後 它到底是突破真的還是假的 就是看這邊 好 我們現在看到我剛剛講過 如果突破K棒的高點 如果站上的話 以後股價站上突破K棒高點 就表示這檔股票 它還有機會往上走 那如果跌破低點 它就趨勢的不對 那還有一個是什麼 均價 股價 我這樣講 未來的股價要站上 綠色箭頭這一根 突破K棒的均價 31.1 才表示這一檔股票 目前是收穩的 好 那所以我們去往下看 我們去往下看 你看喔 這一根K棒 我們看到右邊這一根 目前 我這樣講你們都先看 你們都先看 螢幕最右邊這一根 你們都先看螢幕最右根 最右邊這根K棒 它有沒有站上 突破K棒的高點 沒有吧 11月27號 它有沒有站上 突破K棒的高點 沒有站上 所以表示股價還沒有辦法 繼續往上走 好 那再來去往下看 你會發現這一天 11月30號 它有沒有站上 突破K棒的高點 也沒有 所以表示什麼 表示說股價 它目前也還在盤正 那麼繼續往下看 你會發現這一天怎麼樣 來喔 看到結果做到這一天 這一天股價 它開始收穩什麼價格 它開始收均價 你看喔 在這一張圖是分三條線 高點 均價 還有低點 好你這樣講 如果連均價都破的話 就表示這一檔股票 你要開始小心 開始有危險 這樣懂意思嗎 如果連均價都開始破了 就表示這一檔股票 要小心 要有危險 好我們看到均價 你會發現 它一直守不住 等一下 它一直站不上 中間這條均價 沒錯吧 再來 你會發現怎麼樣 它一直 怎樣 都站不上均價 有發現嗎 你看喔 都注意到中間這根311 你會發現 它 你看 都沒有守住 你會發現 股價怎樣 都一直沒有辦法突破 好 後來就這樣 掉下來 有發現嗎 你看喔 所以你看喔 像這種狀況表示這一檔股票 它能買嗎 不行買 為什麼 因為它一直沒有站上均價跟高點 好它有站上均價 又跌回來了 你會發現 反彈到均價怎麼樣 又被打下來 所以你看喔 像這一種狀況 你看喔 它是都反彈到均價 怎樣 就被打下來了 像這一種狀況 就表示它越來越弱 所以說你看喔 一檔股票把它分成三個部分 如果股價在最上面這個格子 就表示怎麼樣 表示它 還有可能繼續往上走 那如果股價在中間 跟下方這個格子的話 像這個位置 股價在中間下方這個格子的話 你就要小心股價可以往下走 這樣了解意思嗎 所以一檔股票 它有辦法站上高點 它就有辦法繼續往上走 如果它連均價都站不上 你看喔 像這兩個位置 把它標一下 你看喔 從這邊這個位置 這邊都站不上均價 你就要小心怎麼樣 股價它就有問題 這樣OK嗎 所以你看一檔股票就這樣看 你把它分成三個部分來看 最高均價跟最低 所以說如果一檔股票 它如果連均價都站不上 其實這一檔股票 你就要很小心了 這樣懂意思嗎 這樣OK了嗎 均價怎麼算 均價這個東西基本上 我在PVA文章會教你 或是你可以來上課的時候 我教你怎麼去算 這個東西 比如說算了 用查詢了好嗎 好 所以這樣OK嗎 到這邊聽得懂嗎 所以你看喔 一檔股票你不用等它跌破之後 你才來賣 中間你就可以看到 它已經很明顯怎麼樣 開始轉弱了 那所以說你看到股價上去 你會去追 也不會 為什麼 因為你看到高點沒有站上 你這樣懂意思嗎 所以就是這樣去看 OK嗎 OK嗎 到這邊懂嗎 到這邊懂嗎 這觀念蠻重要的喔 你要知道一檔股票 它什麼時候是轉強 什麼時候是轉弱 就是看什麼 看均價有沒有站上 均價有站上 它才有辦法 它才有辦法繼續往上走 如果一檔股票 連均價都站不上 就表示 這一檔股票很有可能會 繼續下跌 OK好那我這樣講 剛剛的同學問到說 如果站不上 是否考慮可以放空 基本上來說 我大概跟各位講一下 我們看一下它的均線排列 你們看喔 如果我說站不上 會不會考慮放空 我們在考慮放空的一個 很重要的關鍵是什麼 下方均線的距離 你有發現其實這一檔股票 它距離下方這條綠色的 72均線 其實蠻近 你會發現嗎 下方的均線大概是29.29的附近 目前的股價在29.75 其實 不對 其實已經快到了 有發現嗎 其實已經快到了 所以說像這種距離下方均線很近的 那我們也不會想去放空 為什麼 因為它均線你看喔 這一條綠色的均線 目前還是上揚的 它還是一條上揚的均線 這樣的話我們就不會想去放空 這樣懂意思嗎 所以就是用這樣來看 它均線還是上揚的 代表說均線它還會有支撐的力道 均線有支撐力道 就表示它目前可能在這邊 跌到這附近的時候 還有可能會撐住 還跌不下去 所以說不是說 站不上就會考慮放空 不是 股價站不上壓力 它有可能是什麼 盤整 它可能是橫盤整理 它不一定會立刻跌 它可能是橫盤整理 那你可能它整理完之後 它可能會轉強 有可能會轉弱 轉弱 轉弱之後我們再來操作它 如果轉弱之後 我們就再繼續看別的股票 就這樣子 所以一檔股票不是說 佔補上壓力點 它就是該死 它有可能是大盤不好 所以它才會盤整 那盤整結束之後 它是有可能再繼續往上攻擊的 這樣OK嗎 到這邊為止 就是這檔股票 它交了蠻多的概念 這樣聽得懂嗎 這樣到這邊為止 聽得懂嗎 這一檔股票蠻多的概念 就是說一檔一根K棒的高點 均價跟低點 就是判斷股價強弱的關鍵點 高點站上 股價就繼續往上攻擊 均價收穩 股價也是OK的 如果跌破均價 你就要小心股價開始走弱 低一點都破 然後增長股票死定 就這樣子 OK 所以就是這樣看 這樣了解了嗎 OK好 好 那我們繼續講下去吧 再繼續講下檔股票 OK好 好繼續講下去了 等一下 剛剛問了一個問題 站上均價要幾天才算強 我這樣講 站上均價 我剛剛講過均價在這個位置 剛剛均價好像在311吧 我記得均價好像在這個位置 我們來看一下喔 剛剛有同學問到 來喔 來我們看這一根 來我問你們一個問題 有沒有看到這一根 我問你們 你覺得你看到這根K棒 他有沒有站上均價 這一根K棒他有沒有站上均價 來喔 來喔 這根K棒 這根紅色 這根K棒有沒有站上均價 有沒有 有沒有 沒有 呦呼 理我一下好不好 有沒有 有沒有站上均價 有嗎 沒有理我 這是哪隻 進棚啦 剛剛講了 講了那麼久了 還不知道這是哪一隻 有嗎 這個有沒有站上均價 怎麼發現大家在問問題都沒有要鳥我 等一下 現在教你們怎麼判斷 現在教你們怎麼判斷 你們先來看一下 先教你們怎麼判斷 有嗎 好 那我在之前 我在之前的國具這張股票 我切一下螢幕 我在之前國具這張股票 當時在這條線 在當時的這個位置 我也是用均價 在當時這一根K棒 這一根 我也是用均價 然後來跟大家講 國具從這個位置就是說 400元這附近 他就是個進場點 那為什麼 因為這一根K棒 他站上了均價 沒錯吧 這一根K棒站上均價 好 那我剛講過 站上均價就是個進場點 可是 所以說你看喔 那我們看到近鵬這一檔 這一天有沒有站上均價 有 那他是不是進場點 大家覺得這一根K棒 他是進場點嗎 近鵬的紅色鏡頭 這一根K棒 他是進場點嗎 他算是他算是進場點 去想一下 他是不是進場點 收盤有這樣 對他收盤有這樣 那是不是進場點 大家想一下 這個問題很重要 如果你把這個問題想通了 我這樣講 你的操作 一定會進步非常多 所以我們這一天可不可以進場 這一天的骨架 紅色鏡頭這一天的骨架 他站上均價 所以我們這一天是不是可以進場 大家覺得可不可以進場 可以嗎 嗚呼 為什麼養大家 奇怪的水聲 好可怕 所以這一天可不可以進場 可不可以 好 沒有人理我 我這樣講 這一根紅色鏡頭 這一根K棒 他不是進場點 為什麼 他不是進場點 因為一個很重要的 我跟大家講過 你在判斷進場 一擋股票 你要能進場的關鍵 一定是在於什麼 均線排列 你看喔 我們來看紅色鏡頭 這根K棒 紅色鏡頭這一根的K棒 他的五日線的價格是31.07 十日線的價格是311 表示什麼 表示說十日均線 還在五日均線的上面 那均線排列是錯誤的 所以他就算佔上均價 他也不能買 這樣懂意思了嗎 你看喔 對你看 有些朋友知道 為什麼不能買 因為他均線排列 還是錯的 所以均線排列錯的股票 你能買嗎 也可以買啦 買了也不會怎麼樣 買了就是隔天掉下來而已 買了也不會怎麼樣 就隔天掉下來而已 那只是後來跌更多而已 這樣懂意思嗎 所以說你看喔 不是說 你看喔這很重要喔 不是說股價站上均價就能買 不是這樣子 你要配合什麼 配合均線排列 這樣懂意思嗎 沒錯 所以說你看喔 如果有些人看到 股價站上均價 我是要買進的 錯 你看喔我們看到這一根 我們看到紅色鏡頭這一根 股價站上均價 今天是價漲量增 欸很漂亮嘛對不對 那是不是進漲點 錯 為什麼 因為他均線排列 是錯誤的 均線排列錯誤的股票 你不要亂買 這樣了解意思嗎 你看喔 所以用這種方式 你就知道說 為什麼我會說進漲點 是等出來的 因為在均線排列 還沒有好之前 你不要亂買 你看到股價上漲 股價價漲量增 你轉強你跑去追 結果咧 隔天怎麼樣 隔天就殺給你看 這樣懂意思嗎 所以你看喔 均線排列很重要 大家都會忽略掉均線排列 可是均線排列其實非常的重要 這樣懂意思嗎 為什麼排列不正確 我這樣講 一檔正確的排列均線 它最上面是五日線 再來是十日線 再來是二十四 再來是七十二 再來是兩百 由上到下是五十 二十四七十二兩百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 在紅色箭頭這一根 這一根紅色的箭頭 可以從上面看到 它的五日線是三一零零七 十日線是三一一 代表說十日線 還在五日線的上面 所以它均線排列是錯的 均線排列錯的股票 你要等它什麼 等它整理好之後再來買 你這樣懂意思嗎 因為均線排列錯誤的股票 代表股價還需要時間整理 就這樣子 沒錯 沒錯 那個以三講是對的 均線排列錯誤就表示 它還有可能會再整理 所以整理的過程當中 你就不要隨便亂買 等它股價整理完之後 什麼叫整理完 均線排列正確才表示它整理完 這樣懂意思嗎 這樣OK了嗎 十日說你看 我們在看技術分析的時候 我這樣講 我會教你們非常多技術分析的方法 可是你們要把這些方法 全部套用在一檔股票上面 你可能會了十個方法 但是你要同時把這十個方法 都套用在一檔股票上面 這樣OK嗎 這個很重要 你一定要有些人可能看了均線排列 就忘了看量價關係 有人可能看了量價關係 忘了看上方的大量K棒壓力 有人可能看了大量K棒壓力 忘了去看軸線跟月線 這樣都不對 你每一個項目 你每一個數據 你每一個訊號 你都要去看 這樣才會是一個完整的分析 OK嗎 就大概這樣子 這樣了解嗎 OK 有均線排列正確有定義嗎 有 有定義 我這樣講 我講個東西好了 假設我們看到群創好了 像群創你看 它最上面是五日線 有發現最上面是五日線 再來中間的紫色的十日線 再來 是藍色的24 再來是綠色的72 最下面是200 它會由上到下 是由數字小到數字大的 這樣代表均線排列是正確的 OK好 最上面是數字最小 再來 越往下 數字越大 這樣成為均線排列正確的 OK 這樣了解意思嗎 那有同學問到說 要看日線月線還是週線 每一個都要看 每一個都要看 你要記得 一檔股票 你要盡量去看越多的訊號 這樣的話 你的勝率才會增加 OK好 OK好到這邊了解嗎 OK好 好 那我們繼續講下去囉 如果是沒有問題就繼續講下去囉 沒有問題就繼續講下去啦 OK好 那我們繼續講下去了 好 所以說大概這樣 大概就是 剛剛有同學問到說 剛剛我不是覺得講群創嗎 那有同學問到說群創均線排列正確 請問可以低接嗎 基本上來說 來喔我這樣講 這檔是群創 那大家覺得說今天這一天 適合去接嗎 來喔 來大家去看喔 大家會想一件事情 今天這一天適合去追嗎 來大家去想一下 今天這一天適不適合這一天 這一天適不適合追 這一天適不適合追 呦呼 這一天適合嗎 這一天適合嗎 不理我 好吧算囉 那你們想一下 反正我來講個群創小故事好了 就群創 呃面板有兩隻貓 一檔叫群創一檔叫優達 但我們知道說就是今年就是因為 晶圓代工很缺貨的關係 所以我們知道八吋晶圓非常缺貨 所以說到現在為止 其實基本上像是面板 他我這樣講 面板在電源供應IC這一塊 因為大家都要搶著做 所以搞了現在驅動IC這一塊是缺的 那群創跟優達 我們知道是台灣的面板兩隻貓 兩隻老虎 群創他就跟了天遇 4961的天遇 他去找了Shop這間公司 他去拿什麼 我們知道Shop他有晶圓廠 所以他找了Shop去拿貨 所以現在群創是有貨的 那優達呢 欸優達就沒有貨了 懂意思嗎 所以你看同樣都是面板 為什麼群創最近的股價會比優達要好 就是因為群創他拿得到貨 優達他是沒有拿到貨的 這樣了解意思嗎 好 所以說這個大家講故事 對沒錯 其實這檔股票以群創今天的狀況 他是不適合進場的 為什麼 你看喔 因為股價 你會發現現在股價 他是在什麼 他在五日均線的下面 沒錯吧 他在五日均線下面 基本上我要進場 就等到什麼 等到股價站回五日均線之後再說 我不會去在股價破五日均線的時候 我跑去低接 我不會 這樣OK了嗎 要去哪裡找有這些線的程式 基本上這些程式 你去訂我PP都會給你好不好 就是我都是免 訂PP之後就會給你了 對所以說像你看喔 像這種狀況 他跌破了五日均線 那我們也不會急得進場 反正最近你就記得一件事情 最近你記得一件事情 最近你看到盤中股價 我記得我在每天早上的廣播 我都有提到 你看到盤中股價往上的時候 你不要隨便的跑去追 你看最近 為什麼 因為最近整個大盤 都是一個震盪盤整盤 震盪盤整盤就是說 他股價會上上下下上下 沒有一個趨勢醒來 所以你看到股價盤中有時候 往上之後你跑去追 他可能過一下就下下來 所以最近你一定要避免去追降 這樣了解嗎 所以大概就這樣去看 OK好 所以群創我這樣講 群創之後還是會看 那只是因為他現在 還沒有站上五日均線 基本上要操作他 就是等他站上五日均線 會再來做他 那我說了 面板兩隻貓 群創跟友達 群創是拿到貨的 友達是拿不到貨 所以你就知道說 兩隻股票你會選誰來操作 這個答應要很明顯的 這樣你懂意思吧 好我們今天晚上要看吧 再繼續往下看 不是不要追高 來喔來 繼續往下看 我們看一下大家下一個問題是誰 剛剛講到近鵬 有人問到真頂 我們問到真頂 我們看到真頂這張股票 真頂其實是很有意思 還記得我剛剛在第一張的滑通 有講到什麼 第一張的滑通有講到 你看喔 當時滑通我是說 他會守什麼 下面這一條200日線 他會守下面這條200日線 滑通當時提到下面這條200日線 好那麼有看到真頂這張股票 你會發現他也是怎麼樣 你會發現他也是在守什麼 也是在守下面這一條200日線 所以其實像這一種類似這一種股票 基本上會認為說 如果你是有這張股票的 基本上你也不用去亂 不要亂砍 為什麼 因為這邊就像是一個地板 你看喔 過去很多次 過去很多次 你看股價 你看喔 過去其實已經蠻多次股價 跌到這邊來之後怎麼樣 都開始怎麼樣 開始手穩 沒錯吧 股價跌到這邊的時候開始手穩 所以這邊會認為說 就是一個股價 一個比較地板的地方 因為你看喔 過去很多次很多經驗 股價跌到這邊來 他就算漲不上去 但是他起碼也跌不下去 所以這邊就是一個 比較低一點的地方 所以說這邊就像個地板 那基本上只要這個地板沒有破 這個地板如果沒有破的情況之下 就會認為說股價 他在這邊是有機會做反彈的 懂意思嗎 所以說如果以這一張股票來說的話 會認為說在這個位置 他是有機會去做一個反彈的 好那我們現在把其他均線拉回來 我們現在把其他均線拉回來 OK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股價他在上一次 來喔我們看一下 我現在把這兩條線放在這邊 你看喔 股價他在這兩次 你會發現他都是碰到什麼 他碰到的上方的這一條72 有發現嗎 他碰到的上方72 碰到的上方72 是就掉下來了 所以說這一檔股票 他目前就呈現什麼 呈現一個上有壓力 下有支撐的一個橫向整理 那未來你要觀察的方向在於說 他到底是上方這一條 綠色的72日的均線能夠站上 還是下方這一條200日線會跌破 如果下方這條200日線跌破 然後這檔股票就死定了 那如果說他以後有辦法站上 上方這一條綠色均線的話 我跟你講那這一檔股票 他就轉強了 這樣了解意思嗎 所以針對這檔股票 針對這檔股票 你就只要看這兩個訊號就好 他現在是一個盤整 一個盤整 那你要去觀察股價是往上衝 還是往下跌 如果股價他能衝過去這條 綠色的72均線 所以恭喜他 他就有機會去往上走 那如果股價跌破200日線 那他就再見了 這樣OK嗎 所以就是看這一個就好 他現在就是一個很瑕福的盤整 那我們也可以看一下 就是他的周線的狀況 他周線的狀況其實蠻有趣的 你有沒有發現其實他接下來 我這樣講 以周線來說 這一檔股票的周線來說 他壓力其實在接下來都會比較小 所以說你接下來針對這一檔股票 你只要記得一件事情就好 去觀察什麼 去觀察你看喔 你看喔 我們其他線都不要看 如果以一個波段的情況來說的話 你看喔 過去從這個禮拜 這個禮拜 這個禮拜 你看喔 他都站不上五日均線 有發現嗎 從這個時候開始 這個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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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沒有發現他過去幾個禮拜 他都站不上五日均線 所以這種狀況就表示什麼 表示他趨勢還是錯的 可是你發現從這個禮拜開始 箭頭的這個禮拜開始 怎麼那麼吵 等一下 從箭頭的這個禮拜開始 你有沒有發現 股價已經開始 開始站上五日均線了 往五週均線跟著五週均線 所以像這種狀況就表示什麼 表示股價在這邊 他有機會 開始做一個反彈 這樣了解意思嗎 因為他這邊為止 你看喔 過去一二三四五六 過去六個禮拜 他都沒有辦法站上五週的均線 但是從這個禮拜開始 他是第一個禮拜 站上的五週均線 所以從這個地方開始表示股價 他是有可能在這邊開始去做一個反彈 這樣了解意思嗎 就是用這樣的方式去看 所以剛剛有同學問我說 你要看日線還是看週線還是看月線 基本上你每一條線都要去看 OK喔 你每一條線都要去看 很多人都會有毛病 就是我只看日線不看週線 我看了週線我不去看月線 不行 你每一條均線你都要去看 這樣才是一個完整的分析 OK好再去拿去吧 今天人好少 830 沒有破千啊 不是很爽 最高到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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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播 媽播到現在都800多人 大家都過去 沒有 以後沒有要看了 太快了 對啊 有時候是過氣都沒有要看了 這樣子 好OK繼續吧 對啊 會不會以後就人越來越少 這樣子 又會變700、600、500、400這樣子 好啦算了啦 好啦繼續吧 繼續往下看 繼續往下看 人越來越少了 不是很開心 所以如果問到 好 再來看到聯發科 不會啦 剛剛就真理就我想了 他只要那個均線有守住 基本上均線沒有破 那你也不用太著急 反正他就有機會做一個反彈 好他看到聯發科 去什麼新北耶誕城 我都在這邊跟你們在那邊直播 不然等一下我去 不然等一下我去那個耶誕城直播好了 要不要 我等一下就等一下去 我跟楊大等一下去 他好像有事情 不然我等一下去那個耶誕城直播給大家 我在耶誕城直播講股票了 開玩笑不好意思 我錯了 開玩笑不好意思 他剛剛就說 我剛剛說我去耶誕城直播講股票 可以啊 那剛剛那個 開玩笑的好不好 開玩笑的 剛剛那個純粹開玩笑 開玩笑而已 好啦好啦 繼續吧 看到聯發科 好看聯發科 聯發科其實就是跟剛剛這樣講的 就是說 聯發科就是像剛剛講的是 股價 它均線排列你會發現 它最上面是這條24 再來是10 再來是5 你會發現它均線排列就是錯的 像這種均線排列錯的股票 基本上它就是一個什麼 就不是一個很適合買新的標的 就不是一個很適合買新的標的 什麼好好想看 什麼東西 是怎樣 大家都想 好什麼東西 去那個 新北耶誕城去 講股票嗎 老師我信了 你信個頭啊 信 人不會少 好啦好啦 不好意思我知道錯了 那個改天啦改天啦 好不好 明年啦明年 我們明年相約 新北耶誕城講股票 好不好明年啊 仰蛋FB邀請一下 好啦好啦 好啦 繼續繼續繼續 繼續看那個聯發科 好繼續看聯發科 聯發科其實像這張股票 就是知道 它現在就是一個 軍業排列錯的 那我這樣講 這張這張股票其實 有個地方要注意一下 去看一下這一根 你會放在這個位置 我這樣講 我現在講個概念 我現在講個概念 來喔 我們看到這一 這兩根K棒 你會放在中間有個洞 這個洞叫什麼 叫跳空缺口 好 叫跳空缺口 所以說缺口的上緣 就是什麼 壓力 所以我們把上緣畫起來 這個地方 缺口上緣 731它就是一個壓力 欸不是上緣多少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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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吧 更正 缺口的上緣是說 721 721就是個壓力 好你看喔 你會發現股價 它在這個位置 股價在這一天 它有突破 所以說它有突破 那它能買嗎 來喔 還記住我剛剛 在剛剛的直播 教過大家什麼 均線排列錯誤的股票 能買嗎 均線排列錯誤的股票 能買嗎 你看喔 紅色箭頭 這根K棒 你會發現什麼 你會發現 紅色箭頭這根K棒 它均線排列 是這樣 很明顯是錯的 所以你看喔 它就算佔上了缺口的壓力 就表現怎麼樣 表示它還是不能買 為什麼 因為它均線排列錯的 這是剛剛講的 這樣OK嗎 所以你看喔 你們在看一檔股票的時候 你除了去看缺口支撐跟壓力之外 你要看什麼 去看一下均線排列 或看一下大量K棒的均線 這些全部都要看 這樣東西是嗎 沒錯它就是假突破 這樣OK嗎 所以說你看喔 我們在判斷一檔股票的時候 其實有非常多的要素 去判斷 那這些東西 在我上課時候會教各位 就是你要怎麼去從1700檔股票裡面去選股 去選擇短期內比較有機會會上場的股票 結果在我上課的時候會教各位 好OK喔 所以說看到這邊 它就是個假突破這樣子 好那剛剛有講過什麼 剛剛講過說 它現在均線排列其實就是錯的 所以我們來看到這個位置 你看像這一根它是一根什麼 它是一根大量K棒 它是一根大量K棒 好那剛剛是講過低點很重要 所以低點多少 702 我們來看一下7.702 所以你看喔 這樣今天怎麼樣 你會發現 過去幾天 你會發現它都有怎麼樣 股價都是一室有在守這個位置 沒錯吧 可是你會發現 跌破了 看到喔 它是跌破了 所以像這種狀況你就要小心了 像這種狀況如果股價 它這個702還站不回去的話 你就真的要小心股價可能會繼續往下看 這樣了解意思嗎 我這樣講這個702很重要 起碼股價要站得回去 如果站不回去的話 對於它來說其實就蠻重要的 就應該說會有點尷尬 所以針對聯發科站股票就這樣看 去觀察這一根K棒的低點 它起碼要站得回去 它如果站不回去的話 就真的會有一點尷尬了 好吧到這邊OK嗎 應該OK吧 所以聯發科站股票其實大家就這樣看 均線排列錯路的股票其實不太需要太多去看 再來去往下看去看到 中美金 好你看中美金站股票其實也是蠻有意思的 來我剛剛是講過一個東西 講過一個概念 講過概念 我們來看到這一根K棒 我們看到這根K棒 為什麼這根K棒很重要呢 第一個 這一根 這一根K棒 這一根K棒其實很重要 我這樣講就是哈囉 我先跟你們講一件事情 就是你還沒有問股 基本上你們現在不用再問股票 因為應該回答不到 所以說你們不用再來問股票了 就是基本上回答不到 所以說如果還有想要詢問的 基本上等一下如果你還要想要詢問股票的 那你就是 那你就是 看一下這個好了 如果還要詢問股票的話 麻煩請掃描 右下角這個LIOT 這個是我的一個LIOT上號 那如果你想要詢問股票 就後來去加到這個LIOT裡面去 基本上來說你現在不用再問了 因為可能已經問不到了 好不好 所以說來喔 就是如果想要詢問股票的話 去加到右下角這個LIOT 那基本上會有助理去幫你做統整 但不可能每一檔股票都幫大家回答到 不可能 但基本上助理會幫大家去統整問題 那這邊稍微打一個廣告 稍微打一個廣告 就是說在1月16號的高雄 1月17號台北 還有1月23號台中 像剛剛其實我教了非常多的 技術分析的方法 其實說真的 在我的課堂當中會教你更多 技術分析 怎麼去判斷一檔股票的方法 還記得我剛剛講過 一檔股票你需要非常多的技巧 你才能去判斷這一檔股票 到底是該買還是該賣 還是能不能去選 所以說在課堂上就是教你 技術分析去判斷這一檔股票 到底可不可以買 需不需要賣 或是要不要繼續留 或要不要繼續買 就從這檔課去教你 那你也不用擔心上課會聽不懂 因為課程結束之後 會有一個月的LINE群的輔導 所以說如果你有任何問題 都可以直接在LINE上面來問我 那我們是一個群組 你都可以在群組裡面發問 基本上每天我都會在群組裡面 去教各位 這些東西每天都有課服 每天都會教各位 怎麼去判斷一檔股票 能買或是怎麼選 OK嗎 所以說這個大概就是上課的資訊 那因為前兩個禮拜 早鳥已經開過了 中鳥也開過了 所以今天了不起也是開中鳥 也是開中鳥價格 反正早鳥已經結束了 因為已經現在報名人數其實已經蠻多了 所以說反正如果要報名的話 就自己抓緊時間吧 今天就是個中鳥價格 就這樣子 反正大家應該知道 過去的班級 一般都是200多人 所以說反正就自己抓緊時間報名吧 好那麼就來看一下 如果是股市優優班參加實戰班會聽喔 會 因為為什麼 我這樣講如果你是都沒有學過的 小白新手 其實我蠻建議你過來聽的 為什麼 因為你看喔 課程結束會有一個月的LINE群輔導 這個LINE群輔導 基本上就是你有任何問題 你可以直接在LINE上面發問 那我都會直接回你 所以說你不用擔心聽不懂 因為你聽不懂你只要肯問敢問 不怕丟臉 願意問 基本上你在LINE群都一定會得到答案 所以說你不用擔心說 我會不會來上課聽不懂 不會有這種問題 因為我會從最基本的K棒 加到均線加到型態 最後加到籌碼 還加到一些短線進場點的判斷 所以會給各位的東西非常多 那基本上就是在課堂上就會交給各位 所以不用擔心會聽不懂的狀況 OK 好 那我繼續往下看 看一下剛剛同學的問題 繼續來看一下 看一下喔 剛剛同學問了什麼問題 真理回答了 聯發科回答了 聯發科回答了 然後再來中美金 好 我看到中美金 對 中美金這樣股票 好 我們回來看中美金 中美金來你看喔 關鍵是在這一根紅K棒 關鍵在這一根紅K棒 為什麼呢 你看喔 從這段開始你會發現 我們先一天一天來看 中美金關鍵在這一根的紅K棒 你看喔 因為為什麼 你會發現這邊是一個什麼 這四天它算是一個什麼 小小的一個盤整區 有發現嗎 它算是一個小小盤整區 然後你看喔 這邊注意一下 為什麼它這個小小的盤整區 來喔 注意聽喔 注意聽喔 這邊注意聽喔 你看喔 如果我們把時間再往前拉回一下 來 你看喔 這一天股價它有沒有創高 有吧 股價有沒有創新高 有 再看到這一天 這一天股價有沒有創新高 也有 這一天股價也有創新高 好 那再來 看到這一天股價它有沒有創新高 也有 還是有繼續創新高 這一天也是有創新高 所以代表說趨勢怎麼樣 都還是正確的 再來 這一天有沒有創新高 沒有了耶 你會發現這一天開始 股價已經開始沒有創新高了 沒錯吧 好 那所以說看喔 在過去幾天股價都是持續創新高 結果到了這一天開始 股價開始沒有創新高了 表示說它上場的慣性可能已經開始有一點改變了 好 那繼續往下看 這一天有沒有創新高 當然也沒有 你看喔 連續兩天股價都沒有創新高 表示怎麼樣 表示說這一張股票趨勢有問題了 好 那再繼續往下看 這一天也沒有創新高吧 你看喔 所以看到這四天 就形成一個什麼 它形成一個小小的盤整區 好 那再來看到 這一天創新高了 OK 好 那就表示股價它的趨勢 重新回到一個上升趨勢 到這邊為止應該聽得懂吧 我們去看一下股價 你看喔 這一根 這一根紅色 這一根紅色的鏡頭K棒 它是不是突破了 等一下 它突破了過去四天的一個什麼 盤整區 沒錯吧 紅色鏡頭這根K棒 突破了過去四天的一個盤整區 所以代表說什麼 代表說這一根紅色K棒 就是一根什麼 它是一根突破K棒 還記不記得突破K棒 我剛剛跟各位講過 突破K棒你要看什麼 高低點 沒錯吧 高低點 好 那麼把這一根突破K棒的高點 把它劃起來 高點是多少 我看一下174.5 174 走回去四就對了 174.5 我們看到這個突破K棒的高點 是174.5 你要記得一件事情喔 如果突破K棒的高點能夠站上 表示什麼 表示說股價它還有繼續上漲的空間 老師又高又帥 又可以問到保 這句話很可疑是誰啊 老師又高又帥 只是胖了點好不好 只是最近稍微發腐了一點 但是高應該是有啦 帥應該還長得像個人吧 好不好 這根K棒它是一根突破K棒 那如果說股價要繼續往上 就表示什麼 表示它的高點還要繼續能夠站上去 好那再來 你看喔 它高點有站上嗎 沒有 你有沒有發現它高點沒有站上 它高點有沒有站上 沒有 你會發現這幾天怎樣 都沒有站上 你看喔 是不是這幾天 你有沒有發現這幾天的股價 都是碰到高點就下來了 所以表示什麼 表示說這一檔股票它目前 佔光目前 它就是一個什麼樣 高點站不上的一個情況 高點就變成是個壓力 所以看到這幾天股價 它都沒有辦法增上 突破K棒的高點 那現在呢 你有沒有發現 嚇我一跳 你有沒有發現這件事情 現在的股價怎麼樣 它已經怎麼樣 已經破了五日均線了 所以像這一種狀況 其實就會比較尷尬 如果股價它還是站不回 五日均線的話 那我這樣講 這檔股票它可能就開始整理盤整 OK嗎 因為它現在已經破了五日均線 它就很有可能向下或是盤整之類的 這樣了解 所以你看 從這個地方開始 股價它一直站不上 突破K棒的高點 股價一直站不上 突破K棒的高點 其實針對這樣 可能就會有一點點的問題出現 像這一種狀況 可能就是你要小心股價 可能接下來就是會 回檔修正 或者回檔開始整理 所以這種狀況其實就是 要小心點 再來我們看一個東西 還記不記得我們剛剛講過什麼 去看一下 周線、月線 沒錯吧 好 那我們來看它的周線 它這邊的周線是一個什麼 它是一個 價、跌、量、縮 所以像這種狀況 來我跟各位講個概念 就是你發現股價 你看喔 股價它距離五日均線已經很遠了 這一種股票你就不要隨便衝進去 你看喔 我們來看這一根K棒 我們來看這根K棒 你有沒有發現這一根K棒 它目前它距離五日均線 已經有一段距離了吧 有發現嗎 它是距離五日均線 這一根K棒它距離的五日均線 畫一下 這一根K棒它是距離五日均線 有一段距離 所以你看喔 一根K棒如果它距離五日均線 是有一段距離的話 代表說這根K棒目前 比較不適合買進 所以說以週線狀況來說 會希望說股價 它如果回檔到均線附近的話 會是一個比較好的時間點 OK嗎 就是它回到均線附近 會是個比較好的時間點 就不會是在距離均線這麼遠的時候進場 那我們同樣看到月線 你有沒有發現這個月的量 目前已經很大了 所以說如果以這一檔股票 假設你想要買這一檔股票 假設你想要買這檔股票 第一件事情 你要等股價重新站回五日均線之後再來買 第二件事情 均線排列要正確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可以預期到它均線排列 馬上就要變錯誤了 那均線排列只要一錯誤 很有可能股價就會開始回檔整理 所以說你要確認兩件事情 第一個股價要站上五日均線 第二個均線排列要正確 這樣了解嗎 所以說你這檔股票就是看這兩個地方 均線排列要正確 然後股價增上五日均線 這樣OK嗎 OK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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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叫做老師又高又帥可以吃到飽 是有多餓啊 OK好 最後就這樣看 重了一點 好啦OK 反正就這樣看 我現在有帶麥克風不能亂講話 OK 所以大概就確認這兩件事情 老師又高又帥可以吃到飽 吃到是很餓嗎 好再來繼續 看一下音樂打 會音樂打 我這樣講 音樂打 大家應該問什麼 尾盤出現這個量 有發現嗎 尾盤有了6,977張 我這樣講 我就是在 在之前文章我講過 就是每年好像是幾號 我看一下 我記得網友記一下 等我一下 我看一下喔 等我一下 算了忘記了 在每年的 2月5月8月還有11月月底 會有MSCI調整 那每年的3 6 9 12月的第三個禮拜五 也會有 所謂的 負時指數的調整 那負時指數的調整 就會像是現在這種狀況 他會在尾盤去爆出一個大量 好像這樣 那尾盤去爆的這個大量 像他現在尾盤是怎樣 往下殺的 也就是說他下禮拜一的股價 可能就會開高開回來 反正你要記得 像是這種尾盤爆大量 像是這種 負時指數或是MSCI指數 尾盤爆大量 如果股價往下殺 那他下禮拜一的開盤 可能就會開高 如果他今天是往上拉 像2002中鋼 他拉的幅度還好 他往上拉的 他可能下禮拜一 就是可能會開低 這樣了解意思嗎 就是他尾盤是往上拉的 下禮拜一可能會開低 那像是音業達 尾盤是往下殺的 可能下禮拜一就開高 就是反過來這樣子 OK嗎 所以說像是這種狀況 就是代表說 他今天尾盤爆大量 就是因為 他有所謂的 負時指數的調整 這樣子了解嗎 所以他下禮拜一至少還是會開高 只是開高的情況 我這樣講 開高的情況 那我們來看音業達這檔股票好了 來喔 我們來看音業達這檔股票 來我們看他的周線 我們來看他的周線 來觀察一下 他的周線 音業達現在的周線 有發現怎麼樣 他周線目前 你看喔 他均線排列 是很明顯還是怎麼樣 還是錯的 沒錯吧 你看喔 他的均線排列是 五日線 再來是24 再來是10 你有發現目前的均線排列 還是錯的 所以像這種狀況 就算股價往上拉之後 他可能還會怎麼樣 他可能又會下來做整理 這樣了解意思嗎 他可能股價往上拉之後 他可能接下來會下來做整理 等到均線排列正確之後 他可能才會再繼續往上走一波 所以像這種均線排列錯誤的股票 基本上來說 就是會做 但就是會做一個什麼 比較短期的操作 他比較不適合去放一個波段式操作 這樣了解嗎 像這種均線排列錯誤的股票 他就比較不適合做波段操作 他比較適合短進短出 那我們來看一下英業達的日線圖 好你可以看到 像這一張日線圖我這樣講 很明顯可以看到什麼 目前的股價 他也佔不上五日均線 所以像這種股票佔不上五日均線的情況之下 就表示什麼 表示說這一張股票 他可能還需要時間做整理 OK嗎 大概這樣看 大概就是這樣看了 好累喔 萬萬好累喔 講了現在講多久 講了一個小時又 二十分鐘 忽然覺得 腰痠背痛 阿信老師好像瘦了一點 你是做夢嗎 是幻覺嗎 我現在越胖好不好 好啦 繼續往下看 老師好 請問大成綱 2027的大成綱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發覺一件事情 就大家問股票 都是把什麼 都是把那個股票名稱丟給我 然後都是把那個股票名稱丟給我 然後我就要把代碼key出來這樣子 就是我 我這樣講 就我有兩個東西 我記得還蠻好 一個是記股票代碼 另外一個是記籌 就這兩個我大概記得蠻好 所以那種以後這樣 記得不要亂惹 不要亂惹我好不好 那種酸民不要亂惹我 結果在記籌跟記股票代碼 這兩件事情 其實我覺得我記的還是蠻好的 好 再來看到大成綱 OK 你看到大成綱 來喔你看喔 我們來看這一根 還是基本上剛剛教過怎麼看 盤整 看怎麼去看 看轉類點的K棒 你看喔 股價從這個地方開始 你看喔 假設股價從這個地方開始 股價 這邊他都是一路往上 往上 往上 從這一根K棒開始 來喔 注意這根K棒囉 注意這根K棒 注意好 從這根K棒開始 股價是沒有在創新高了 有發現嗎 你有發現從這一根K棒開始 紅色箭頭這一根K棒開始 它就沒有在創新高了 所以說這一檔股票 紅色箭頭的這個地方 它就是一個轉類點 你這樣懂的意思嗎 因為從這個地方開始 股價就沒有辦法再創新高 就表示這一檔股票 在這一根K棒 就是一個轉類點 它可能是轉強轉肉不一定 但它就是一個盤整的開始 所以說還記不記得在剛剛 一開始直播有講過什麼 講過說像這種股票 你要看到什麼 高低點 沒錯吧 高點低點跟均價 好那麼看 我們現在把高低均價 整個畫起來 高點均 高點 看12月7號 我看到高點多少 等一下喔 均價317號 他高點是看一下 在這個位置 然後均價是317 在這邊吧 好 畫不起來 低點在這邊 OK好 我們現在把這一根 K棒的高低均都把它畫出來 高點是33.1 均價是317 低點是 低點多少 3035 航拔畫起來之後 我們先把均線先拿掉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股價它在這邊怎麼樣 我們來看一下喔 我剛剛說過了 如果高點能夠站上 表示股價 它還有辦法繼續往上攻擊 可是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欸 它都沒有辦法站上高點 沒錯吧 你看這兩根K棒 它是不是都沒有辦法這張高點 一檔股票它如果高點沒有站上 表示怎麼樣 表示說這一檔股票目前還是弱勢的 目前應該說還不算真正的突破 如果高點還沒有站上 表示它不算真正的突破 但是比較好的狀況是什麼 比較好的狀況是你會發現 股價 欸 它還有怎樣 守住均線 有發現嗎 守住均價 你看喔 這兩天的情況它還有守住均價 它還有守住均價的狀況之下 就表示什麼 表示說 這檔股票它還沒有死掉 這樣了解嗎 它至少均價這個位置還守住的 那我們知道這個東西之後 我們再把線型再放回來 線型放回來 OK好 你看喔 我們現在把線型放回來 如果說我們看一下 它目前的均線排列 它目前的均線排列 還是一個正確的 但是是一個勉強正確 為什麼 我這樣講 你會發現它今天是成績這種 你看喔 一檔股票它除了看高點均價跟低點 還要看什麼 看均線排列 另外還要看什麼 去看它的量價關係 你會發現它 今天的量價關係是錯的 它今天股價是下跌的 但是你會發現它成績上是增加的 所以今天的量價關係是錯的 我這樣講喔 像這一種量價關係是錯的 你要記得 下禮拜就是要補量 補量往上攻擊 股價它才有辦法繼續往上走 那如果下禮拜是補量 往下殺 那你就要更小心了 懂意思嗎 所以說像這種量價關係錯誤的股票 你要注意的在於什麼 在於說它 它有沒有辦法把量補出來 讓量價關係重新變成是一個正常的 因為它今天已經變成是價跌量增 所以這種就比較小心了 這樣OK嗎 所以就是這樣去看 OK嗎 OK嗎 OK好 所以這樣股票 目前它最大的問題在於什麼 量價關係 還有什麼它的高點是佔不上的 OK 因為我發現一件事 我發現你們也蠻窄的 就是 剛剛有人跟我講說 今天是那個新北葉爛城 那所以說很多人出去玩這樣子 所以說大家在這邊好像 好像蠻尷尬的 就是 就是大家都跟我一樣 沒什麼朋友 所以說只好在這邊陪我看直播 是這個意思嗎 是嗎 就大家都沒什麼朋友 就是你要想一個人去葉爛城 也蠻孤單的 就你看到旁邊的那些男男女女 或是朋友這樣 那你一個人走在葉爛城 你會覺得蠻孤單的 會不會 所以你會有一種 可能就是你要去找 難不成你要自己一個人 去幫自己自拍嗎 這樣會不會覺得更孤單嗎 算了 你們沒有這種感覺嗎 不會 不宅誰看直播 好啦這樣講一下 新北葉爛城可以明天去 這比葉爛城好玩多 好啦好啦 繼續繼續繼續 好繼續繼續繼續 我們繼續往下講 好啦好啦 往下講 礙死你們了 至少還有人看我直播 我跟你說 我每次直播我都很怕 但是今天是沒有人 你知道嗎 像現在就已經人數越來越少 就是 感到害怕這樣子 好我們看到就是廣定 有可能問到廣定還有救嗎 基本上這檔股票有沒有救 我是不知道啦 但是我只知道 我只知道一件事情 這檔股票你只要看一條線就好 哪一條線 神明線 不是啊 去看這條24這條均線 你看喔 你看喔 注意喔 你看喔 這邊這個位置怎樣 股價 股價還有辦法撐住 結果發現怎麼樣 欸 你要記得一件事情 股價在均線的上方 均線會變成是股價支撐 股價在均線下方 均線會變成是股價壓力 那我這樣講 股價在均線的下方 均線會變成是股價壓力 那這邊你要記得第二個口訣 跌破均線不可怕 可怕什麼 可怕的是反彈站不上 你要記得這句話喔 跌破均線不可怕 可怕的是反彈站不上 你看什麼叫跌破均線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它有沒有跌破均線 有 那跌破均線可不可怕 不可怕 為什麼 因為你看 後面怎麼樣 它反彈它是有站上均線的 好那再來 跌破均線不可怕 這邊有沒有跌破均線的 有 跌破均線不可怕 可怕什麼 可怕是 反彈 站不上 所以像這種股票 你看喔 它最近都是這樣 股票反彈到均線站不上 我這樣講 像這一種股票 就比較可怕 為什麼 因為它是反彈站不上 你看喔 跌破均線不可怕 可怕什麼 可怕的是 反彈站不上 你會發現每次都這樣 反彈站不上 反彈站不上 很明顯吧 所以像這一種狀況 你看喔 這個位置 還有這一天 都是怎麼樣 很明顯的反彈站不上 所以你知道這樣股票 如果反彈到這一條均線的時候 其實我就會比較小心了 這樣懂意思嗎 所以口訣背下 股價在均線上方 均線會變成是股價支撐 股價在均線下方 均線會變成是股價壓力 再來跌破均線口訣就是說 跌破均線不可怕 可怕的是反彈站不上 OK嗎 這是口訣 大家知道跌破均線不可怕 可怕什麼 反彈站不上 反彈站不上就是 跑啊怎麼辦 火災來了 你會站在原地給它燒嗎 不可能 跌破均線不可怕 可怕的是反彈站不上 還真的有人自己打了一遍 跌破均線不可怕 反彈站不上 像這種狀況就知道 反彈站不上最可怕 所以像這種股票 每一次反彈到均線站不上 它後續又怎麼樣 後續又繼續往下跌 好再繼續吧 繼續往下看 繼續 沒時間 沒時間啊 大家說每次都說講太少 現在講很多吧 都用生命在直播好不好 好 好 好再繼續往下看 看一下景碩 景碩 好我們看一下景碩 景碩是問那個ABF載板 蠻特別的檔股票 蠻特別的檔股票 它現在呈現什麼 它現在呈現的就是一個 我現在把線拿掉 它現在是一個很趣味的 三角收斂型態 等一下我把這個線畫比較明顯一下 等一下 我把這個線稍微描出一點點 它現在這檔股票很有趣 它這檔股票有趣的地方是 它呈現一個什麼 它現在呈現一個三角收斂 我這樣講 像這種三角收斂就是 這邊已經是一個三角收斂的末端 像這一種三角收斂的末端 就是準備要出方向 那這個方向可能是往上 也有可能是往下 不一定 因為像這種 我這樣講 收斂有分什麼 上升三角什麼下降三角不一定 那反正它就是一個下降三角 它現在是一個在三角收斂的末端 那它之後是 像這邊已經是末端了 末端的情況就是觀察什麼 觀察說股價它之後是往上還是往下 如果收斂結束股價往上 那它的趨勢就是往上 如果收斂結束股價往下 那它的股價接下來趨勢就是往下 所以說像這一種三角收斂到末期的 其實會比較擔心就是說 就是它到底是 我們不知道到底是往上還是往下 懂意思嗎 但是可以確定就是說 它接下來一定會有方向 所以像這個其實蠻有趣的 就是它像這一種狀況 就是它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三角收斂 這樣看得懂嗎 就是說它這種形態其實也不會說太少見 但是它就是一個三角收斂的形態 那反正不管怎麼收 所以三角收斂就是大家去看一下 就是股價它高點 我這個畫得不是很好 大家秒一下 大概在這個位置 在這個位置 你有沒有發現 這樣應該比較漂亮一點 把它先拉直一點好了 好大概這樣 靠腰我們一直畫不直 好這樣子 美多了有沒有發現 好你看喔 它現在就是一個 你有沒有發現它從這邊開始 高點越來越低 高點越來越低沒錯吧 好那這邊就是一個什麼 從這一根開始 這根是粗量紅K棒 你看喔這根粗量的紅K棒 你有沒有發現它低點怎麼樣 都有守住 所以像這一種的型態 就是你要怎麼 等它粗量 等它粗量之後 股價就知道 如果粗量股價上漲 那之後就上漲 粗量股價下跌 之後就再見了 就這樣子 OK嗎 所以這一種的收斂型態 就是等它粗量再來 那我們現在把均線拉回來看一下 這還蠻有趣的 有時候沒注意到它 看一下喔 那這樣收斂型態講完之後 大概再把它 我們先把它拿掉 其實你可以看到 它剛好就是卡在這個位置 那卡在這個位置 其實可以看到 下方有一條什麼 藍色的這一條 24均線的支撐 所以這其實蠻有趣喔 它剛剛講到收斂型態 那它下面剛好還要怎麼樣 你看喔 它下面也還有剛好有一條 24均線的支撐 有發現嗎 你看喔 所以它等於說它下方 除了是一個收斂型態之外 它又多了一個什麼 多了一個均線支撐 所以像這種狀況會比較偏向說 它支撐的力道會稍微強一點 因為為什麼 因為它除了這個收斂型態之外 它下面剛好還有均線支撐 這種情況就會判定說 它的支撐可能會稍微強一點點 但是重點還是在於說 出量之後的方向是往上還是往下 所以這個其實蠻有趣的 就像這一種狀況 其實盤中我覺得比較關注它 因為它只要出量之後 可能就知道 就決定它未來方向了 那我們來看它的周線好了 周線也是一樣 來喔 注意一下喔 像這種狀況會發現 它周線已經連續 你有沒有發現它連續 一二三 它已經連續量縮三個禮拜了 像這一種連續量縮三個禮拜 你就要觀察 如果下禮拜 我這樣講 這樣我大概下禮拜都知道答案 為什麼 因為它已經連續量縮三個禮拜 它只要出量的關鍵 出量的方向 就決定它未來的方向 下禮拜出量的方向 就等於它未來的方向 所以說如果下禮拜往下殺 然後它就拆起來 如果往上拉了 恭喜你 它就可以又繼續往上了 所以說像這一種 你看喔 它周線已經連續說說說 說了三個禮拜了 周線連續說了三個禮拜 它接下來就是一定要補量 出現方向 就這樣子 OK喔 老師上課真活潑 怕你們睡著好不好 不是跟你說 你看哪個股票老師 會用生命在跟你直播的 沒有好不好 是怕你們睡著 怕那個人數掉了 怕人數 怕沒有人要看 好不好 什麼跌破支撐的76元件 什麼意思 好 所以說它就是 所以說就這樣子 OK嗎看得懂嗎 看得懂嗎 這樣看得懂嗎 OK就這樣去看 所以 來看喔 再來看一下它的月線 你看喔 月線 這個月好像沒什麼動靜 月線就算了 它這個上個月量太大 我這樣講 在我們看月線的時候 它上個月的量其實太大了 那它上個月量太大 它這個月量縮其實算是比較正常的 可是我們知道說 下禮拜如果以週線來說 起碼要出量會是比較好的情況 出量會是比較好的情況 所以說 以這種狀況 以這種股票來說的話 下禮拜要觀察就是 你看喔 上一次股價有沒有撐出這條線 有 你看到這條均線 24這條均線 它是個慣性均線 上一次股價他們撐住這條均線 有 撐住之後股價往上 所以這個位置 股價回到這邊來之後 會覺得說 這個位置就是一樣要關注它 它到底有沒有守住 有守住股價才有辦法繼續往上攻擊 守不住的話 我跟你們講這樣就抓起來 你知道嗎 這真的是有問題的 所以針對景碩這一檔股票 其實就這樣看 那我這樣講啦 景碩這檔股票這樣看 其實可以同步看到誰 星星跟什麼 等一下喔 星星跟南電 其實這幾檔股票 你要放在一起看 就是星星、南電、景碩 這三檔ABF宅板股票也要一起看 就是說 因為畢竟現在這個族群輪動的效應 所以說如果假設 星星或南電表現不好的話 緊碩也有可能被影響到 我覺得這個是個比較小心的地方 大家注意一下就是說 如果說其他兩個族群 其他兩檔股票 像是南電或是星星表現不好 像我剛才看到星星 很多人在問星星嘛 我們看到星星 如果星星表現不好 那很有可能 你看它現在就怎樣 它現在就是還站不上 這邊這邊的 這邊這個位置 還站不上它這邊的壓力 所以像這種狀況來說的話 就有可能說這個族群狀況不好 你就要稍微小心一點 好 繼續往上 好累啊 好多麼累啊 播了一個小時 好啊 繼續 有人說信號一直斷 有嗎?今天有一直lag嗎? 好啦 繼續 有人問到什麼 問到全新 2455的全新 我們看到全新 全新就是 最近妖獸牆 好我們看到全新 好全新也是一樣 然後這邊記得一個觀念 就是我們看到周線 前面我們再看到周線 其實周線的狀況蠻有趣的 你知道為什麼 我們來看到這個地方 先把錢拿掉 其實全新蠻有趣的 然後你看喔 這邊是有個什麼 這邊有個缺口 沒錯吧 這邊是不是有個缺口 這個缺口是什麼 這個缺口就是今年的 新冠肺炎 好今年的新冠肺炎缺口 它是多少 看一下 107.97 我們把這個位置先 標下來 107.97 差不多了 青菜 就大概這條線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禮拜 你看喔 我們把它分成兩個禮拜來看 上禮拜 它的狀況是突破這個缺口 那我這樣講 突破缺口 不算什麼 重點是你要回測缺口不能破 那你看喔 這禮拜的股價 它有沒有回測缺口 有 我這樣講什麼叫回測 所謂的回測就是 回來測試這個缺口的支撐 那你看喔 什麼叫回來測試 它就是盤中有跌破 就是怎麼樣 收盤有站上 像這種盤中跌破 收盤卻站上 就表示這個支撐是確立的 好 就表達這個支撐是確立的 那我們看完周線之後呢 那我們回來看一下月線 看日線 戳戳 我們現在先把均線拿掉 來喔 剛講到的均線的 剛講到新冠肺炎的缺口 是107.97 是在這個位置吧 咦 咦 怎麼沒去 在這個位置 好 它這個位置 107.97 我們把這條線畫起來 107.97 好 在這個位置 好 在這邊畫起來了 OK 好 你看喔 你有沒有發現很有趣的狀況 你有沒有發現股價在這個位置 跳空突破之後 你有沒有發現在這邊怎麼樣 有守住耶 你有沒有發現這個位置有守住耶 所以說如果這樣喔 我剛講過了 107.97這一條線 當時這條線應該是什麼 應該是壓力線 但是你有發現在這個地方 股價已經突破了 那突破之後你要回撤 回撤這個缺口 回撤這個支撐 到底是有沒有力道 所以你看喔 它在這邊 它有沒有跌破 都沒破耶 你有發現它這邊都沒破 所以像這種沒有破的情況之下 就表示什麼 表示說這一檔股票 它還有在守住支撐 這樣懂得意思嗎 所以類似這種 如果你看喔 如果你這樣股票操作的情況來說 接下來判斷一個點就好 什麼點 判斷股價有沒有在跌破 107.97這個價位 如果股價又跌破這個價位 然後它就掛了 因為它為什麼 它又跌回缺口下方 就代表說這樣的話有問題了 但是如果股價 它是有 如果有辦法能夠繼續 熟穩這個缺口 它的趨勢它的方向 就是繼續往上攻擊 這樣了解嗎 就是這樣去看 這樣OK嗎 就是這樣去看 然後那個有個那個 有一個肉依 ZOEY 那個你要交朋友 不要來這邊 我們這邊不是 我們這邊不是 我們這邊不是聯誼社團好嗎 我們這邊是一個 很有意義的股票 很有正向性質的股票社團 我們這邊不是聯誼社團好嗎 是否交個朋友討論一下 拜託那個不要亂 我這樣講 不要在那邊亂交朋友 不要在那邊亂交朋友 外面的世界很可怕 外面的世界真的很可怕 外面的人都會吃人 你知道嗎 外面的世界很可怕 所以說 所以說這邊就是麻煩 不要亂交朋友 OK嗎 好 再來 有同學問到說 所以第三第四根KK棒 不算跌破嗎 算 它算跌破 但是我們重點 是在於說 如果你要在這邊進場 重點是在於說 它這邊已經不能再跌破了 它這邊不能再跌破 跌破的情況之下 就有問題了 所以如果以這樣 你看我們把均線放回來看一下 我們把均線放回來看一下 你會發現均線排列其實沒有說排得非常的正確 但就是如果它稍微整理一下 其實對於它來說 它只要這個價位守得住就好了 你知道它只要這個價位守得住就好 這個價位只要不要破 就OK了 這樣懂的意思嗎 它只要這個價位能夠守得住就好了 其他不是重點 只要守得住這個價位就是OK的 好再來繼續往下看吧 剛剛我記得下個同學問到是微軟 像微軟這種就很討厭你知道嗎 為什麼 我在操作一檔股票的時候你看 我會很討厭去操作類似這一種股票 就是這一種 每次都那種 很常流那種 常上影線的 就是我會比較不喜歡去操作這種股票 因為這種股票代表什麼 大家去操作這種股票就很容易在做當中 那就變成說 它可能股價當天上去然後就啪啪就下來了 所以這種股票在操作上來說 其實我會比較小心 我會比較小心 因為為什麼 因為它這種當天上去當天下來的情況 就代表說大家在操作這一檔股票的時候都怎麼樣 做當中 好那我們一樣來看到這檔股票好了 我們再來看一下它的線型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線型 其實它這邊最需要注意 最需要關切的就是哪裡 就在前方的這三根 三條槓你知道嗎 這三根就是一個很要求的地方 因為為什麼 你會發現它的量怎麼樣 超大 你看這三根K棒 這三根K棒 它的量非常大 所以像這一種就是量這麼大 你看這三根K棒量超大 也就是說股價反彈接近這個位置的話 反彈接近這個位置的話 它就很有可能會遇到壓力 好那我們來看到這一根 9月3號這邊是一根大量K棒 那我們去算一下它的均價位置是多少 這根是9月3號我們來看一下 4953 9月3號我看一下是多少 107元 好所以說你看它的壓力就是在哪裡 它的均價在107元 我們現在把107的位置畫一下 107在哪裡 所以你會發現 來你看喔 這一根我剛剛說過這一根 等一下我把它畫掉 我稍微把圖移動一下 來看到這一根紅色箭頭這一根的 這一根的均價大概是在107元 在107元 來喔 注意一下107元是它的均價 那什麼叫均價 均價就是這種成本的概念 也就是說在這一根紅色箭頭 這根K棒 大家的買進成本就是107元 好那大家買進成本是107元 你覺得說股價它如果回到這個107元 會不會有賣壓 會 所以你發現為什麼股價在接近這個107元 現在股價在100.5元 所以說你知道說股價在上方其實是有壓力存在的 像這一種股票 它在接近壓力太近的時候 反而我們都比較小心 因為為什麼 我剛剛講過均價就是一種成本的概念 均價就是一種成本的概念 如果現在股價在大家的成本下方 代表說很多人被套牢 那如果在股價它回到均價附近的話 代表說大家開始有機會可以解套 那就會出現解套賣壓 所以為什麼股價上去之後就被打下來 就是這個原因 這樣了解嗎 就是因為這個樣子 所以說股價它可能上去之後 可能又被打下來了 就是這個原因 所以說來喔 看到像這種狀況就表示什麼 大量K棒的均價 就是它的一個壓力點 這種情況你就要小心了 這樣了解嗎 所以就是用這樣來看 再來有同學問到 什麼 季家 好啦 看一下季家好了 我們來看到季家 我們來看到季家 季家戰狼股票也是很討厭 你知道嗎 來喔你看喔 還記不記得剛剛講過一個東西 去找一下 大量K棒 來你看喔 我們來這個地方我大概稍微講一下 先把均線拿掉 我先把均線稍微拿掉一下 來喔我們來看到這一根 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邊我們先看到這一根K棒 這一根K棒 它是一根大量的K棒 好 所以說來它是一根大量K棒 所以說我們把它的高點先把它畫起來 像這一種大量K棒的高點 它如果有辦法突破的話 股價才有機會往上走 好那你看喔 那我們現在看到 右邊這根大紅棒 這根紅色鏡頭的大紅棒 它有沒有突破 剛剛這一根的大量K棒高點 有吧 所以代表說這一根紅棒 它是一根什麼 它是一根突破K棒 好那既然它是突破K棒的話 那你要把什麼 你要把它的高點 低點跟均價標示起來 所以說我們現在把高點均點 高點低點跟均價把它標起來 好我們先把它高低點標起來 所以看喔 如果股價假設技嘉這一張股票往上走 那表示什麼 表示說它高點能突破 我們往下看 欸有去了 你會發現怎麼樣 在這一根怎麼樣 來喔 有人問到說來喔 注意喔 來喔 看到這一根喔 這一根有趣喔 你看喔 這一根股價 來喔看到這一根 這一根 這一根它算不算突破 這一根算不算突破 來喔 跟大家講一下 它的收盤價有沒有在大量K棒的上方 有吧 這一根 紅色箭頭這根K棒 它的收盤價有沒有在大量K棒的上方 有吧 但是 要注意一件事情喔 但是 BUT BUT 你看喔 它的K棒是收了一個什麼 帶有很長上影線的黑K棒 我要跟各位講 如果說我們在看股價要突破 突破壓力的時候 你要記得 K棒 盡量 不能說盡量 通常 最好 必須 要收一根 紅色的K棒 而且 上影線不能太長 那所以說我們看到 我們看到紅色這根K棒 它是不是突破了之前這一根大量K棒的高點 但是你可以去發現怎麼樣 它的上影線非常長 而且它是一根什麼 它是一個 黑K棒 所以像是這種狀況 它就很有可能變成是一個假突破 你這樣了解嗎 怎麼樣要判斷 你看喔 因為股價 它留了這麼長的上影線 就表示怎麼樣 表示一突破 立刻賣壓就把它賣下來了 所以表示它怎麼樣 它上方的壓力其實非常重 所以上方壓力非常重的情況之下 你看到這種情況 就算它收盤價 已經超越了之前這一根大量K棒的高點 你也不能夠隨便去買它 這樣了解嗎 所以看到這邊 股價怎麼樣又下來了 所以你會發現到今天怎麼樣 又是在這個位置 所以如果說你要操作這一檔股票 你要觀察方向什麼 觀察它到底有沒有辦法能夠站上 這一根大量K棒的高點 這樣懂意思嗎 你看喔 上一次在箭頭這個地方就是一個什麼 就是一個假突破 為什麼它上限太長了 你要記得股價要能夠突破 它盡量是一根上影線比較短的紅K棒 它不能出現這種上影線太長的黑K棒 這種狀況就很有可能變成是假突破 這樣OK嗎 那我們再回來看一下周線的狀況 我們來看一下周線的狀況 如果說以周線的狀況來說 其實可以很明顯看到 目前周線的均線排列其實也不太對 周線的均線排列也不太對 你發現它最上面是5日線 再來是24 再來是10 正常來說應該是要5日線最上面 再來是10日線 再來是24 但是你發現它周線的均線排列是錯的 所以像這種均線排列是錯的股票 會建議說暫時都不會去捧它 為什麼 我這樣講日線是看一個短期 周線看一個中期 月線看一個長期 所以如果以它的均線排列來說 它目前的均線排列還是錯的 所以像這一種 像這一種的股票 基本上 我們就先暫時不要去碰它 而且 它在這個位置 我這樣講喔 這個位置 這一根K棒 來喔大家記得一件事情 怎麼人越越少了 人越越少以後不講 好你們記得一個事情喔 你要怎麼去判斷 一根K棒的壓力點 你要記得你會發現這一根K棒 來注意這根K棒 注意這根K棒 這一根K棒 來喔這根K棒很重要喔 為什麼 像是這一根K棒跌破了很多條均線 N條均線 跌破三條以上均線 像這種一根K棒跌破很多條均線的K棒 它的高點就是壓力點 所以你看這一根K棒 這一根它高點多少804 也就是說它的高點在哪裡 壓力 就這個位置 所以說以這種狀況來說的話 就會覺得說 它在804這個價位 它就是個壓力點 那我這樣講 如果下禮拜它成交量還是萎縮的 它就不容易過壓力 而且還有可能 還有可能是一個假突破 然後增拉回 這樣懂意思嗎 因為它現在量是萎縮的 所以它量是萎縮的 所以說你看喔 我們剛剛像這一根 綠色跌破這一根 它一根K棒它破了三條均線 所以它的高點就是壓力點 那你知道壓力在這個位置 你要嘛就等它壓力站上吧 那你要嘛等它什麼 等它殺下來 那它壓力要能夠站上 可是它量就一定要放大 那我們覺得它量現在有機會放大 看起來應該是機會是不大 為什麼 因為下禮拜大家都休假 誰要玩股票對不對 所以它量不大的情況之下 它就不容易去突破壓力 不容易突破 那可想而知 就很有可能變什麼 假突破增拉回 就還是要盤整 大概就這樣判斷 這樣了解嗎 所以說就是就這樣來判斷 就是說因為為什麼 我們看喔 從剛剛日線講完 我們在講的是喔 從日線這一根 這一根 轉折點的K棒開始 它的高點就是壓力點 再來第二步什麼 第二步來看它的周線 日線看短期的趨勢 周線看中期 月線看長期 所以你看喔 周線在這一根K棒 它跌破了三條均線 就表示這一根K棒的高點 就是壓力點 所以你看喔 為什麼你看喔 這一根K棒高點你看喔 在這個禮拜 這個禮拜 這個禮拜 每一個禮拜都站不上 就是因為這個地方 就是一個壓力點 這樣了解意思嗎 所以你看喔 每一檔股票你在判斷壓力的方式 其實都不一樣 我這樣講每一檔股票你判斷壓力 判斷型態 你會發現我講了那麼多檔股票 很少用同一套方法吧 除了均線排列之外 因為均線排列最簡單 但是在判斷壓力這一塊 你會發現 基本上很多不一樣的狀況 因為一檔股票 我這樣講喔 一檔股票它可能會有很多種不同的狀況 那很多種不同的狀況 你要去抽絲剝繭說 你要去判斷 它的壓力點到底是哪一條 因為如果你壓力判斷錯的話 你要想啊 你以為股價突破壓力了 但是卻是你壓力判斷都錯了 那這樣你壓力就白化了嘛 你這樣懂意思嗎 所以說其實 我覺得大家要學的是這一個 就不要看我這樣子就畫 我就把壓力件畫出來 不是這麼簡單 你要去判斷說這一檔股票 到底是不是真正能夠成為壓力 那如果它是壓力的話 那你就把線畫出來之後 去等待它股價到底什麼時候突破 才是一個比較好的進場點 這樣了解嗎 好吧 那今天的直播就大概到這邊了 那反正最後還是工商時間一下 就如果說你是想要把股票好好學好的話 就是第一個 我這樣講你該學的進場 選股出場是一定要學好 再來就是你在最近的操作 就是盡量不要去追高 因為最近的盤是盤整盤 所以說你去追高 最近一定會死傷慘兆 所以就是降低交易會比較好 那再來就是我這樣講 行情還是會存在 外資不可能猶豫休假 過完年之後一定還是會有 所以說來喔 1月16號高雄 1月17台北 還有1月23台中 或這個黃金均線的實戰課程 如果你是新手小白 或是你是剛進來股市的 我會建議你說來上一次課 變成說花很多的錢 小小小的錢 讓自己有一個比較扎實的股票基礎 這樣至少你可以掃繳 在股市掃繳很多不必要的學費 就你總比你什麼都不會 然後進來股市闖蕩要來的好 你有一點基礎之後 你會發現 你會比較 不能說百分之百賺得到錢 你會比較容易賺得到錢 這樣了解嗎 所以之後還是你看 像還是不免俗的來秀一下 大家的對量單 現在這是學生對量單 只是這個月的喔 這個月的學生對量單 這個月雖然排很爛 但基本上賺錢的學生還是蠻多的 所以說來喔 如果說在最後 就是想要好好學股票的 在黃金線1月16 高雄1月11台北 還有1月23台中 那在課後結束 都會有一個月的來群輔導 好吧 那今天的直播就到這邊 那就是希望大家在下禮拜操作 就是可能能夠順順利利 稍微小心一點 OK嗎 那今天到這邊啦 謝謝各位 拜拜